西藏阿里地区,平均海拔4500米,被称为屋脊上的屋脊,阿里是青藏高原,最遥远最荒凉的区域,自然条件相当恶劣,可是却蕴藏着最深厚的文化,与最神秘的故事。 五历史回到三百多年之前,十七世纪初,拉达克王利用西藏内部的混乱对骨骼宣战,以暴復骨骼王对他家族荣誉的侮辱,亏骨骼王,曾经拒绝了与其妹妹的婚事,战争持续了十五年,最后,骨骼王朝遭到灭顶之灾,700余年的骨骼王朝,没有留下自己的历史,联军王的世系,尚未完全理清。 公元十世纪至公元十七世纪,在阿里这片高寒荒漠上,曾有过一个叫骨骼的王朝,骨骼王朝弘扬佛教,地狱拜敌,深得民心,曾有过七百年灿烂的文明史,前后实习了二十个国王,王宫城堡不断扩建,大气壮观,据说,骨骼王国的军事力量相当强大,王国的统治中心,在扎达巷泉河流域, 王国的疆域北比日土县,最北界达金克什米尔,境内的斯诺乌山,南对印度,西林拉达克,最东面其势力范围,一度达到钢比斯山路,然而离奇诡异的却是,在三百多年前的某一天,骨骼王朝十万人一夜消失, 若大的王国尽留下总面积达七十二万平方米的灰红衣纸和遗物,留给后人无穷的想象空间,然而离奇诡异的却是,在三百多年前的某一天,骨骼王朝十万人一夜消失, 若大的王国尽留下总面积达七十二万平方米的灰红衣纸和遗物,留给后人无穷的想象空间,据了解,骨骼王朝一只有房,便只四百四十五间,洞窟八百八十孔,佛塔二十八座,岸道四条,防卫墙石道,以及一批粮仓,武器库,规模大于布达拉宫以外, 的任何宗宝建筑,这些建筑大体分为三层,王宫设在山崖之顶,寺院及僧人房设大部分设在山腰,而百姓居民则大部分住在山脚,从残存的工墙断源就,可以推测当时王朝盛极一时的繁华和强大,可是,一夜之间,骨骼王朝却突然神秘消失,在茫茫的石海中,似乎从未存在过,只留下满地的残垣断壁, 今天的骨骼王朝遺址附近,住着骨骼村的十几户村民,但他们并不是骨骼人的后裔,当日十万之众的骨骼人如何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? 骨骼人的后裔究竟去哪呢?如果是迁徙的话,就一定会有后裔知道那段历史,这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?骨骼王朝未可会消失得如此突然? 是书上并无权威的记载,比较盛行的说法,有两种,有人说,骨骼王朝是1630年,被与骨骼同宗的西部林族拉达克王森格难解索命,也有人说,骨骼王朝是1840年,亡于印度到格拉斯王朝,纵观西藏历史,阿里地区确实发生过这两次战争, 从历史记载上来看,似乎嫌一种情况更可靠,据拉达克纪念史,扬公诉,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,及五昆明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中的记载,我们可得知,骨骼最后一个国王及全家,被拉达克人拉回拉达克都城,并关进了监狱,五骨骼王朝覆灭后,阿里地区处于拉达克王国的统治之下, 清朝入关统一中国后,派兵进入西藏,1683年,打败了拉达克军队,收回了这片被占领半个世纪的领土,五昌世纪三十年代,意大利著名藏学家杜奇教授,第一个走进骨骼王朝遗址,二十世纪八十年代,骨骼王朝遗址引起国家的重视,国家文物局组织了一支考古队,在考古学家张建林先生的率领下, 对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,三十多年来,骨骼王国那段神秘的历史,一直被历史学家,考古学家,藏学家所关注,五近些年,有科学家提出,从有限的记载和考察的结果上看, 战争造成的屠杀和掠夺,并不足以毁灭骨骼文明,他们分析,环境恶化可能是主要原因,五宗观察达县的地理环境,骨骼王朝遗址以至一代沙漠化程度已经非常严重, 纵观察达县全境的象泉河,已步如当年的象泉河,象泉河河床很宽,最宽处有一公里多,由此可见当年的波澜壮阔,然而如今的象泉河,河面最多一百米宽,流经某些地段,只剩下一条细细的带子, 当年能养活十万只众的绿洲,如今也只剩寥寥无几了,整个闸达县只有七千多人口,是我国人口最少的县,生态环境的变化,或许正是骨骼王朝消失的真正原因,我纳兰小于图纳兰小于天涯。